这是世界上最快的10辆摩托车 看看你喜欢其中的哪辆 第一名 川崎Ninja H2R 它是地表最快最强大的量产增压摩托车 由川崎旗下的三个不同部门之间合作而成 长两米重215公斤 核心为一台排量998cc的增压四缸引擎 可以达到每小时400公里的最高速度 碳纤维整流罩在高速作用下能够为前轮提供足够的下压力 车尾也被整流罩覆盖 表明了这是一辆只供驾驶者单独享受的速度机器 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挑战了F16战斗机 一级方程式赛车 阿斯顿马丁和特斯拉毛豆S的各路跑车 最后以明显的优势率先撞起 第二名 MTT420 RR 这辆超级摩托车搭载一台直升机引擎 引擎为劳斯莱斯M250涡轮发动机 扭力677牛米 最高速度大概是每小时400公里 MTT公司曾推出过一款涡轮发动机车挖2K 当时它的急速已经超过了360公里每小时 如果想要驾驶它们必须是经验丰富的顶尖高手 否则百公里将消耗20个新手 第三名 雅迪Lightning LSR18 它是世界上最快的电动摩托车 由雅迪和知名外企共同研制而成 在搭载12000瓦时电池的情况下 续航可达到192公里 同时还支持快速充电 可以充电半小时骑行一整天 之所以命名为LSR18 原油是这台车曾在沿湖城创下了218英里每小时 也就是351公里每小时的记录 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量产电魔 第四名 杜卡迪Panico V4R 它共分为标准版和竞技版两个版本车型 从张扬的排气管上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外观区别 标准版采用的是低调的底牌设计 搭载一台998cc V4水冷引擎 其中竞技版的马力更是达到了240匹 最大扭矩118牛 它更像是官方替你全部改装到位的状态 Panico V4R在世界上仅生产500辆 在头部刻有独一无二的用户编号 车身也采用大面积碳纤维材质 使得整备质量只有167千克 第五名 川崎Ninja ZX14R 在它的车头有六个车灯 所以也被称为六眼魔神 它是川崎ZX系列里最顶级的车型 搭载一台1441CC直列四缸发动机 最大马力198匹 最大扭矩162牛 可以达到每小时335公里的最高速度 但是由于排放标准等原因 从2019年开始川崎六眼魔神就被迫停产下架 目前也仅仅是在北美市场有售 不过即便如此 它们还是推出了2022款全新配色ZX14R 价格约为1.5瓦刀 第六名 灵木损 它是根据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油损而命名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是当之无愧的速度之王 停产两年更新换代后 在去年迎来了第三代灵木损 外观造型将空气动力学发挥到了极致 车头出的整流罩以及前锋岛的设计 极大提升了车辆的加速 以及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 搭载一台1340CC直列四缸发动机 可以达到每小时312公里的最高速度 第七名 本田CBR1000RR 它是一款具有强大动力和稳定性的超级摩托 外观采用经典的红白蓝三色元素 油箱和排气管使用钛合金制造而成 不仅突出运动细胞 也有助于减轻整体重量 搭载一台999CC直列四缸发动机 最大马力214匹 可以达到每小时305公里的最高速度 百公里加速只需2.9秒 第八名 宝马S1000RR 这是宝马公司生产的顶级高性能跑车 整车采用铝合金车架的设计 再加满汽油时车身重量也仅为206.5千克 搭载一台999CC直列四缸发动机 可以产生210匹马力和113牛扭力 最高速度为301公里每小时 百公里加速只需3.1秒 第九名 亚马哈YZF21M 它是亚马哈公司生产的顶级摩托跑车 外观采用独具代表性的亚马哈蓝为主体颜色 同时搭配黑色的导流罩来提升视觉效果 车头与前进气口也加强了空气动力学特征 使其在高速行驶时有更强的稳定性 搭载一台998CC的CP四发动机 最大马力200匹 最大扭矩113牛 可以达到每小时299公里的最高速度 不过话说回来 安全行车才是王道